胡馨儿出席烙进火动 并且韩友在集席开枪唱歌 虽然一开始工作人员放错音乐 但之后胡馨儿触遍不惊 努力把整首《我的歌声》里唱完 当然好跟不好那是见仁见智 但他就极力否认是唱给旧爱黄宗泽听 哇 这样的问题你也脸上闹得出来 真的好厉害 没有了 没有了 只是一直都是唱一些 之前出活动的时候都会唱一些比较旧的歌 那今天这首歌是第一次唱 特别选的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多人都很喜欢 也会认识 所以才会选这首歌 只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虽然与黄宗泽分手大半年 但是胡馨儿一直都摆脱不了跟黄宗泽的关系 这类胡馨儿当天代言的产品 被媒体踢爆原来黄宗泽之前也代言过 而与黄宗泽一样 胡馨儿也死成现在与对方关系OK 哎呀 其实上一次真的是 只是真的是没有机会 我一直 我们一直都 因为突然间如果一起说话的话 可能就好 会好 好奇怪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跟谁说话 是马国民自己主任跟我说的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我没有故意的去跟马民说话 所以就感觉出来我好像没有跟黄宗泽说话 但是没有了 没有这情况 我觉得下一次真的有机会的话 我真的希望真的在大家面前再聊几句 那大家都会放过我们了吧 如果聊几句就可以解决跟黄宗泽的恩怨 那胡馨儿未免把娱乐圈想得太简单了 不过黄宗泽与自己分手后 似乎依旧贯彻沾花惹草的本性 胡馨儿深知自己已经逃离魔掌 因为也明明知道是假的 也装作祝福对方 这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 其实真的不用再问我 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年轻啊 所以就 这是很正常的 我暂时真的没有 但是也是很正常的 有吗 最近太忙了 对啊 风信娱乐 香港报道